涉案的十男二十二女年齡有23至61歲 全部試驗非法罪賭 其中一個49歲男人懷疑是賭檔主持人 他們由探員逐一壓上警車壓走 大嶼山警區刑事調查隊人員凌晨採取行動 突擊搜查石樓部署一間串陸 發現這批男女正在屋內進行逐千雀狗賭博活動 於是將他們拘捕 在行動中檢獲三萬多元現金和一批賭博 又扣押了三部私家車 警方指這個賭檔是由有黑社會背景的集團操控 他們會用專車接載東涌日東村的居民來到這裡賭博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